色斑沉着生气时,大脑血液中增加的毒素,会刺激毛囊,引起毛囊周围程度不等的炎症,从而出现色斑问题。 出现甲状腺问题生气会搞乱内分泌系统的控制中枢,使甲状腺分泌激素过多,久之会引发甲抗。 加速大脑衰老生气时脑血管压力增加,血液中含有毒素最多,进一步加速脑部衰老。 胃溃疡生气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,直接作用于心脏和血管,减少胃肠血流量,蠕动减慢,严重时会引起胃溃疡。 造成心肌缺血大量的血液冲向大脑,会使供应心脏的血液减少而造成心肌缺血。 损伤免疫系统生气时,大脑会命令身体制造一种由胆固醇转化而来的皮脂醇。 如果在体内积累过多,就会阻碍免疫细胞运转。 月经不调生气和压抑会导致肝气预结出现月经不调,周期不规律,精粮减少,血色暗红等问题,甚至出现必经或更年期体早到来。 伤害乳腺生气会导致肝气不输,气质血瘀,发生乳腺增生等疾病。 爱发脾气不如这样做多记录开心的事情。 爱发脾气跟生活质量也有一定的关系,做事情不顺心就容易发脾气,感觉日子过得不开心,才会骂骂咧咧,所以一定要给自己多营造幸福感。 平时生活中发生过得开心的事情可以找本本子记录下来,不开心了不妨翻一翻看一看。 排解压力生活当中有压力是在所难免的,我们要积极地去解决,生活当中有压力就找家沟通,工作上有压力就找领导反馈,不要一直压在心里,一直这样的话,机少成多,很容易造成发脾气的情况出现。 深呼吸如果实在是控制不了了,想要发脾气的话,可以在发脾气之前闭住眼睛多进行深呼吸,然后自己想一想,发火是不是应该,发火了有什么用,对方是谁,发火真的好吗? 努力维持,平定自己的情绪。 耐心沟通对朋友,对亲友意见,也不要吵架,耐心地坐下来,好好的沟通,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,慢条思理的慢慢说肯定要比吵架更容易解决问题,吵架不仅解决不了问题,还容易影响彼此的关系。 改变自己的性格 爱发脾气的性格一般都非常的火爆,话题讲不到一半就开始红着脸要吵起来了,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性格的问题,要意识到自己性格的不足,慢慢地改变它,减少发火的次数,多一点理解,多一点包容,生活才会更加的美好。 经常生气易怒,可能是因为这些疾病。消除这些情绪吧,分享出去给大家看看吧。 观看